她本是江湖令人闻风丧胆的女魔头 重生后却变成了人人可欺的小若姬 不曾想她刚躲过前世的断魂阵 这一世又遇到了恶毒敌解 而此时一道闪电划过夜空 屋内的少女猛然睁开双眼 她头疼欲裂地揉了揉脑袋 转而拿起桌子上的一面镜子 这才看到那张楚楚可怜的小脸 可少女却被这一幕惊呆了 她当才明明死在了断魂阵下 自己怎么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而此时外面一道身影打断了她的思绪 少女借着烛光转头看了过去 她刚刚是在叫自己吗 难不成园主这句身体也叫招招 可眼前女人浑身都透露着一丝鬼 而且她看自己的眼中居然满是恐惧 然而就在此时 外面一阵游远极近的脚步声响起 少女迅速吹灭蜡烛后 又一把拉过女人的手躲在桌子下面 而与此同时 房门之下一声便被人从外面推开 相对比女人的紧张焦虑 少女却一脸镇定地看向门口 思索着进来的到底是人还是妖 若是人还能凭一己之力拼一下 若是妖魔鬼怪那可就毫无招架之力了 而刚巧此时 男人转了一圈才慢悠悠来到了桌子 少女刚准备做好生死一搏的准备 男人却邪魅一笑正欲转身离开 嘴上哀哑哑地说自己长了半天 怎么这里没有人呢 转而便将房门重重地关上 之后便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呵呵 还真的越来越有意思 但四周没了动静 少女这才小心翼翼拉着女人爬了出来 问她到底是谁 刚才又是怎么一回事 只见女人先是拍了拍胸口 这才娓娓道理 原来她是自己同肃异母的姐姐 也就是嫡姐和树妹的关系 今天本是姐姐的生辰之日 妹妹则是因为吃醉酒被提前送回了府里 然而没过多久 那个男人便突然闯进府中 不分青红皂白地到处杀人 姐姐梨花带雨哭诉着当时的场景 大言不惭地谎称怕妹妹出事 所以才特意跑来她的房间看看 没成想那男人也跟着过来 而且府里现在到处都是喜 她能不能帮自己出去看看爹娘 少女听到这心头不禁泛起了嘀咕 刚才那张请帖难不成是写给原主的 可哪有妹妹受邀在姐姐生辰宴上跳舞呢 这女子和原主的关系估摸着好不到难去 难怪她话里话外都在哄骗自己去引开凶手 这姐姐分明就不是什么好 少女想清楚一切后 淡淡地玩耳一笑 好啊 事不宜吃我们一起去吧 说完便抓着对方手准备出去 然而姐姐没想到她会做出此反 可是了半天没说出个所以言 少女见状语气更加真挚 难道姐姐不想救爹娘吗 既然你可以找过来 那我们也可以顺利地找过去 姐姐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提议 她们并不是对手 不如先逃出去再说 而此提议也正合了少女的心意 可二人摸索着刚迈出房门那一刻 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洗来 站在她们面前呢 居然是两具红色丝线操控的傀儡 紧接着房顶上传来一个邪魅的声音 两位姑娘大半夜地想要去门 命府今日只能静不能戳 话音刚落 那两具傀儡便以迅雷不及而知识 向姐妹洗了 然而少女没被尸体下来 反倒被姐姐的尖叫声吓了一条 原来那两具傀儡 竟是姐姐的爹娘 这疯男人用的居然是血色灵人 她是个鬼秀 少女想清楚后心中一阵恶寒 这疯子到底是有多深仇恨 居然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 而疯男人嘴角却勤着一母笑了 疯子 在下帮你们找到了父母 不道谢怎么反倒骂人呢 说罢便跳下屋顶 转而走向了少女 问她这回为什么不说话了 刚才在屋里不是挺能说的吗 少女心想这下BBQ 原来她一直藏在暗中 慢慢享受折磨人的乐趣 曾经乖巧善良的徒弟 如今却是个封批大魔头 她不仅将宁府上百号人屠戮殆戟 还丧心病狂地 让一对姐妹花自相残杀 殊不知她的师姐 刚好在这一晚重生到妹妹身上 而少女也深知远主这副身体 便只能偷偷将灵力化为 求救信号施反给碗仓格 转而告诉对方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想让他们自相残杀 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可打脸来得不要太快 下一秒姐姐便用剑柄指向了妹妹 昭昭在帮姐姐最后一次吧 姐姐真的不想因脸走势 然而话音刚落 那疯男人的瞳孔默然咒索 她的心肩上仿佛被人刺了一心 而后便快速走向妹妹 想要再次确认她的名字 然而随着彼此距离拉近 少女总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涌上心动 可疯男人却狠狠捏住了她的下颗 语气喃喃地唤起了招招两个字 两人呼吸声随即交织在了一起 而一旁的姐姐还以为他们是相熟之人 刚准备上前求她放过自己 只见疯男人竟一巴掌 将她扇晕在地上 少女则趁机抓住对方另一只手 问她究竟想怎么样 男人却像是没听见事 依旧小心翼翼地摩缩在对方唇半声 说她居然也叫招招 一样的名字却长得一点都不像 少女听后心里却是一个灯 她不明白这疯男人什么意思 还有谁也叫这个名字呢 而疯男人却瞬间变了 不仅狠心地将其推倒在地上 还一脸蔑视地嘲笑她根本不配叫这个名字 下一秒便抬手想灭了对方 少女则下意识地使出灵力与之对抗 结果砰的一声被跃成了渣渣 她心想着自己好不容易处作一世 这么快就要丧命了吗 而且这个杀人如麻的疯男人眼神 和自己小尸弟未免也太像了吧 难不成 就在她四来想去间 天空中轰隆隆地电闪没名 而疯男人竟单手掐住她的脖子 还抱上了自己的名后 大荒之上雪落如雨 你若到了阴曹地府可一定要记清楚 你的仇人就是我陆荒语 少女则在震惊中逐渐失去意识 果然是她的小尸弟 可乖巧善良的尸弟怎么会变成这副名 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间 脸处忽然闪现一道白光 疯男人随即转身看了过去 他没想到尸姐的龙骨剑龙居然现实 转而迅速朝那道白光追了过去 只留下少女瘫软在地上 他正疑惑着小尸弟这些年经历了什么 而与此同时的晚仓格也赶上了名字 唐仙长刚准备上前询问 姐姐却醒来反咬了妹妹一声 而后便茶里茶气地想获得大家团情 说妹妹一向不喜欢爹娘 但她也不该勾结凶手灭了令族满人 最后便哭唧唧地说她太能过 然而事实并非表面那么紧 这个心机表不仅不伤心爹娘美 反而趁此机会想独吞所有家产 另一个女仙长听后却一味地相信白莲发姐姐 可少女又岂会是个任人宰哥的女 她喵的老鼓不发威当她是并喵吗 她趴的一巴掌先给对方洗了洗眼睛 下一刻又我见游连的哭诉起来遭遇 说她要是真的和外人勾结 自己怎么会落下如此重伤 若不是仙长能及时打 自己的小命恐怕都要葬走 而且要说论起演戏好像谁不会是 得罪她柳朝朝的一个都别想跑 之后又离发带雨地说姐姐怎么能如此污蔑自己 虽然她是个庶女 但这种是母杀父的事情她可做不住 妹妹一番话下来有理有据 其他女仙长听后也觉得此事有误 而最终姐姐因找不到任何证据 又担心自己会被挽仓格的人怀疑 最后也只能选择不了了之 可刚才的女仙长却依旧将矛头指向少女 说同样都是逃跑 为什么偏偏只有妹妹伤得如此重 而且她和当年的女魔头都叫昭昭 肯定也不是什么好 唐仙长则立刻制止了她的话 告知她离世七年的女魔头和少女并无关系 而且事实究竟如何 自有官府来定夺 然而此言易处 少女整个人像是遭受到了晴天霹雳一样 她没想到自己再次醒来居然是七年以后 小师弟又因为什么才变成了鬼秀 也许是太过震惊 她突然失去意识晕倒在了地上 而一旁的仙长们也纷纷窃窃私欲起来 说人家姑娘本就重伤 王仙长还跑去刺激人家 还有那个姐姐没证据就污蔑妹妹 看起来也不像是个好人 而白莲花姐姐当然也听到了这些不中听的话 她恶狠狠地发誓这件事绝对没有闻 而一旁的唐仙长则连忙命人送妹妹去一馆 心里却暗暗想着 曾经装着尸解魂魄的琉璃瓶一碎 眼前晕倒的少女该不会真的就是她吧 女孩被心爱之人亲手送上了绝物 之后便从一个叱咤风鸣的女魔头 变成了人人可泣的废柴树木 然而就在她危难之际 消失多年的龙骨剑林居然现实 陆芳雨则追着那道白光来到一处地面 可好巧不巧地就这么撞见了魂藏 原来他们也看到了师姐的龙骨肩 而站在前面的正是道貌安然的大师兄 她一如往常般让陆芳雨回去领罪 可风男人又怎么会认她宰割了 呵呵 回碗仓格领罪 然后让她像师姐一样被困在断魂阵下冤枉致死 赵立成则急于解释当年并不是她小的那样 只可惜陆芳雨根本不屑听她的狡辩之词 瞬间施展出树道红色灵力飞射了出去 接着俩人便是一阵刀光剑影 可最终陆芳雨还是败下阵来 她深知自己敌不过转身便跑到密林之中 下一秒便隐藏在树后喘息了起 而后又想起刚才自己动手之时 龙骨剑灵现世救了少女一命 这世间当真有这样巧合之事吗 或许自己应该先回到她的身边 而一日清晨 少女刚醒来就被人抱在了怀里 原来眼前哺哺啼啼的女人就是原主生母王朝云 柳昭昭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原主残留的意识作所 居然下意识喊了一声娘 而宁母却上前捶了下女儿胸口 说她这是什么眼神 昏迷了一夜 连自己娘亲都不认识了吗 既然知道疼了 还不赶紧把这药喝了 而柳昭昭却端着药碗出了事 既然她有信借着原主身体重活一事 必然要好好照顾她的母亲 想到这儿她便接过药一眼镜 而与此同时 宁母说她方才在家门口遇到个恶遇那里 她看对方可怜便带回了镜 转而便招手让门错的人赶紧住 而此人正是杀人如麻的风批小师弟陆荒语 原来她为了遗探少女的趋势 竟将自己的气息隐秘了解 虽然旁人认不出她是谁 但她的师姐是一定能认出来的 风批师弟总是对美女师姐图谋不顾 她本以为隐秘气息就能瞒过一期 殊不知眼前之人早已识破她的伪装 于是两人开启了极限拉扯模式 少女表面虽然没有说什么 可心里却像是打翻了五位品 她不明白小师弟为何会出现在自己家中 而宁母则笑眯眯的将陆荒语往前推了推 说她今年刚满二十二 正好比昭昭年长四岁 说爸便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去 而陆荒语却笑着打句说自己没名字 就叫她小陆好了 少女则故意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问她是哪里人 又为何会出现在这 陆荒语却谎称自己爹娘早已离世 她也是凭着一身力气 才勉强在渔城混口饭吃 而少女依然不死心地问她 为何会晕倒在门口 陆荒语则又是一顿鬼话连天 可就在柳昭昭出神之际 风批小师弟居然将她摁在墙上壁咚 问她为什么不相信自己 不知不觉中两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而这强烈的压迫感 导致整个空气好似被挤压了一半 柳昭昭只能将在那里无法动摆 她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连忙摆出脆弱可怜的样子 说她昨夜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现如今还要被她欺负 说罢便梨花带雨地哭诉起 而就在男人疑惑 她到底是不是尸姐的时候 外面砰砰砰地砸门声传来 原来又是那晚的女仙长 她不顾同门师兄堂球的阻碍 特意跑来柳昭昭家里找麻烦 这可真是乌落偏逢连夜雨 少女不明白晚仓阁为什么又来 而且堂球也能认出小师弟 万万不能让他们这时候碰面 转而连忙支走了小师弟 陆荒语则更加确定了内心的想法 这世间居然有这样巧合的事情了 她若不是自己的尸姐 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将自己赶走 而女仙长不仅嚣张跋扈地闯了进来 还想带柳昭昭去晚仓阁进行审讯 少女只得继续装作楚楚可怜的模样 你看我都伤成这样了 这会儿真的不太方便行动了 然而女仙长却不由分说地扯着 她就要去见大师兄 只见下一秒柳昭昭便亮枪地栽档在地上 堂球师兄健壮则连忙将她护在身后 说她这是干什么 大师兄并不是让她来闹事 而女仙长的愤怒之急速飙升 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要挥剑过去 就在此时 赵一辰忽然出现来了一招空手借白 以今日所为 和晚仓阁所交背道而驰 还不赶紧跪下来给宁姑娘道歉 女仙长则离花带雨地喊了声大师兄 说她宁愿受罚也不会道歉 话音刚落便一把推开大师兄 转而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出 赵一辰则抚着额头说她的小师妹不懂事 还请姑娘原谅 而少女却干脆破罐子破摔 那女仙长如此咄咄逼人还嫌弃伤我 你休想这么轻易地让我原谅你 说完便厚脸皮的伸手索要配 可心里却想着这男人 一如七年前那般虚伪武器 当年口口声声说着舍不得 可还是研发了断魂阵 否则自己又怎么会魂飞魂魄散 可赵一辰依然贼心不死地 想带柳昭昭去查宁妇藏 然而就在此时 宁妇却近乎疯癫地挡在 两人身前大声呵斥她 不行 我不同意招招去宁妇 表面柔柔弱弱地废柴顺目 实则是个深藏不露的狠角色 当她面对绿茶姐姐的恶意指控 直接大嘴巴招呼上去 而此时此刻 柳昭昭看着那个将自己 附在身后的老母亲 顿时心疼地无以言辩 宁妇大声呵斥对方 不能带自己女儿去宁妇 可赵一辰却依旧固执地解释 她没有问 只是想带宁姑娘回府里问些事情 可宁妇不仅听不进去 反而抓着女儿的胳膊晃来晃去 嘴里一直喊着不要去 一旁的堂球师兄 则连忙解释伯母疯病又犯了 他和大师兄早有耳闻 随后又安慰宁姑娘不必担心 疯病 柳昭昭是真没想到 原主母亲竟有疯癫 明明之前还很正常的 怎么说疯就疯了呢 虽说她很想拒绝赵一辰的提议 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 她只得先答应下来 不如坦坦荡荡跟着先师回去还安全些 而宁母听闻这才下定决心放女儿子 转而告诉她一定要谨慎行事 如果出事就赶紧跑回娘这儿 柳昭昭则乖巧地应了声号 既然逃不掉 那她不如先去看看再说 万不能让赵一辰怀疑自己的真实身份 待柳昭昭安排好一切 这才推开房门招呼两位先长可以走 而女孩的一颦一笑 竟牵动着赵一辰的心情 她瞬间回忆起师妹的笑容也是如此炫耗 随即轻叹了一声 紧接着又说晚仓阁绝不会冤枉一个无辜之人 话音刚落三人便转身向门外走去 而他们的对话恰好又被躲在暗处的路方里听了去 她一脸不屑地呵呵了一声 晚仓阁从不冤枉人 这恐怕是她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而与此同时熙熙攘攘的早逝傻 外面到处都在谈论着宁府惨案 原来宁府一直以来欺压百姓不得人心 所以才导致大家如此深恶痛绝 都巴不得他们赶紧领合法 而赵一辰则担心他们莫要因为此事扰乱了查案 还发誓晚仓阁必定会还侍者一个公道 此言一出 柳昭昭一脸的鄙夷和不屑 心里暗自呵呵了一声 十恶不赦的人不去管 偏要为恶人求公道 大师兄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少女上一秒被封批小师弟毕咚也就算了 下一秒又被晚仓阁的女仙长当众羞辱 死仇不报非女子 她势必让对方见识下什么叫做人言可谓 而此刻赵一辰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丁眉顺眼地问宁姑娘想说什么 少女则转头邪魅的一笑 说她在想一件事 当时百姓被宁府欺压的时候 晚仓阁为什么不出面管管 赵一辰背对得哑口无言 而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女仙长又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前 不华好意地笑着说宁姑娘的姐姐姓 她愿意配合我们去宁府查案 转而又告诉柳昭昭说不需要她 柳昭昭听后挑了挑眉 这么说来她此行反倒是多余了 女仙长则不屑地说她知道就好 到时候大师兄自会秉公办了 宁姑娘就等着偿命吧 柳昭昭看着娘们如此大言不惨 竟敢出言不逊地威胁自己 她正愁没有机会整赵一辰 于是便假装惊恐地哭诉起来 各位相亲妇老 昨夜小女子才死里逃生 今日仙长却想让我为此偿命 这就是晚仓阁的公正吗 我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子 要怎么和这位仙长抗衡啊 说罢便委屈的嚎啕大夫妻 最后竟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然后边哭还边请求各位救救她 那模样任谁看了都会心所复 果不其然 众人纷纷站在了柳昭昭这边 说他们明明就是官官相处 所以才把罪名往这小丫头身上推 还晚仓阁呢 我看分明就是晚屁阁吧 那女仙长听后气急败坏的刚想法 就被赵一辰的话打断了 各位相亲父老大婶大爷 晚仓阁绝不会随意冤枉好人的 我在此发誓十日内一定怀念姑娘清白 说罢便抬手想扶少女起身 柳昭昭则嫌弃地甩拍对方 说她自己弄起了 赵一辰则无奈地问她为何不相信晚仓阁 而少女却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女仙长 说她并非不信任晚仓阁 只是没办法信任这位女仙长罢了 谁让她一直强迫自己认下不从犯的罪行 赵一辰则立刻吩咐小师妹相邻姑娘道歉 可女仙长却依旧不知悔改用手指着柳昭昭 大言不惭地说她就死了这条心码 世人都说女孩骄纵无脑 殊不知她仅凭三言两语 便成功地让晚仓阁名誉受损 还使那个针锋相对的女仙长遭到众人唾骂 甚至当场被罚贵禁言 王清如则气急败坏地大声呵斥 宁宇朝你这个凡人也可以让我道歉 女孩不但不生气反而勤着眼泪 说她可不敢勉强仙长 既然如此 赵仙释方才说过的话 就全当她从来没提起过吧 话音刚落 众人竟直接将少女护在了身后 瞬间七七八八指责起了晚仓阁 仙门怎么了 身为仙门就不用道歉了吗 刚才还说还人家小丫头的清白 现如今又如此咄咄逼人 而此时王清如竟直接破口大骂情 你们这群刁民休要胡说 宁宇朝分明就是在污蔑我 然而她的话还没说完 赵仪晨便强制性让她跪了些 王清如的膝盖就这么重重地摔在地上 转而梨花带雨地问大师兄 为了一个凶手居然让自己跪下 赵仪晨见她不知悔悲 刷刷两下直接用灵力封住了她的嘴巴 王清如只能发出吱吱吾吾的声音 心中却暗自想着大师兄真的太不公勿 赵仪晨则趁此机会对着相亲货 说她的小师妹既然违反了晚仓阁立身之感 便罚她常跪在此地 以警校友吧 说罢便转头看向柳昭昭 问她这般处置是否满意 柳昭昭却是玩耳一笑 既然是晚仓阁的家事 这和她又有什么关系呢 说完便暗自吐槽这个狗男人又在给自己挖口 她休想借自己之手给晚仓阁洗 她柳昭昭可不吃这一套 想到这便缓步走到王清如身前 说她既是受罚 肯定是要好几个时辰的朋友 既然如此自己就先不奉仪 转而又告诉赵一辰等她有意 自己再随她去宁府 说罢便准备转身离去 然而赵一辰依然贼心不死地想监视她 并强行安排堂求师弟护送她回家 片刻后两人刚行至一处 身后的憨批就竖起大拇指 夸赞宁姑娘做得好 她还是头一次见王师妹吃饼 柳昭昭却有些不明所以 按理说王清如是她的师妹 她不生气反倒赞赏起自己 憨批则挠着后脑勺有些不好的意思 而柳昭昭本想借此机会开溜 转而让她就先送到这里了 正好自己要去别的地方转一转 可憨批依然固执地要送她回家 柳昭昭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不多时便左拐右拐到一处命令 然而让她奇怪的是 那龙骨剑明明就在附近 可她却感知不到任何气息 当不可一世的女魔头重生归来 她决定先拿回属于自己的龙骨剑 然而在晚苍阁的监视下 女孩本以为对方猜不到自己的真实意义 殊不知唐秋早就已经有所关意了 她表面上虽然没说什么 心里却是各种的猜测 毕竟她的行为举止看起来太像自己的事件 而柳昭昭全程用笑来掩饰着尴尬 说她并没有找什么 只是在寻路而已 憨批则无比配合地说原来如此 那她也去帮忙找找路吧 柳昭昭听后却陷入了沉思 她不确定唐秋是不是在试探自己 难不成她猜到了什么 而憨批却跪在湖边眉头紧锁 开门见山地说她并没有恶眼 只不过宁姑娘和她师姐真的太像了 柳昭昭则反问她既然想念师姐 为什么不去寻她吗 憨批却若有所思地说她这辈子都见不到 所有人都说她变成了大魔头 导致自己现在连一句想念的会 都不能正大光明地说出口 而且师姐是那么好的一个人 怎么就成了诗人口中的女魔头呢 然而就在憨批全神灌注盯着湖面的时候 水底忽然冒出一个长头发的阿平 瞬间就将糖球缠住并卷入了屋 柳昭昭气急大坏地让对方赶紧放开 转而下一秒就跟着跳入了水中 原来眼前这个扮男不女的就是水下院里 他们一直在寻找替死骨 而人类一旦被这种东西缠上就很难脱身 除非旁人搭救才能侥幸逃过一几 柳昭昭瞬间将灵力汇聚在一起 以最快速度朝对面打过去 而本来跃跃欲试的水下院里 竟直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片刻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柳昭昭则暗自庆幸他们运气好 幸好刚才那个是最低等的院里 否则今天他们就要交代在这儿 然而他刚顺了口气 府里面哗啦啦一阵响声 他定睛一看 他喵的一群院里居然同时围攻上了 好家伙 这难不成是重生后的新手大礼包吗 曾经乖巧善良的小师弟为了找回美女士组 竟不惜变成了杀人如麻的风批大魔头 而他的师姐好不容易重生到七年后 却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面对眼前这群水下院里 酣批一个剑步挡在了柳昭昭身心 嘴里还嚷嚷着姑娘不要害怕 虽说自己的灵力不如大师兄 但若是对付一些低等院里 那还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柳昭昭却直接拆穿了他的伪装 那若是许多呢 可堂球才不管那么多 硬着头皮反手就将他推送了出去 柳昭昭心里却是一阵嘀咕 这么多年师弟的灵力一点长进都没有 也不知道赵一辰到底怎么当的师兄 而刹那间院灵论竟同时围攻了上去 当初好歹是柳昭昭领他进了师门 他绝不能看着唐球师弟去送死 于是便凝聚了所有灵力 直直朝着其中一个院灵招呼了过去 而柳昭昭见憨批还在恍惚当中 这才连忙叮嘱他打架要专心 否则死十次都不够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瞬间 竟让憨批更加确定了他的身份 他就是自己的师姐 然而好巧不及 丰批小师弟竟出现在了他们附近 当他看到眼前这一幕的时候 只是冷冷地笑出了声 这个女人都受伤了还如此不安分 我倒要看看 你在面对生死攸关的时候 到底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说大便偷偷隐匿在旁边冷污观战 然而就在院灵抓下二人的那一趟 柳昭昭却直接将憨批布在他身后 并迅速分析着他们的滚迹 然而天不遂人怨 一个水下院灵竟偷偷朝着憨批抓了过去 柳昭昭则再一次用身体挡下这致命一击 之后还念念碎地说自己没什么打 若说方才他们还有机会逃跑 那现在就只剩下被打了 果不其然 剩下的院灵再一次围攻了上来 柳昭昭这次没有反击 而是看向小师弟隐秘的方向 心想着他就这么想让自己打掉吗 然而陆荒宇却被这个眼神震惊了 他和师姐真的太像了 难不成宁与朝就是师姐的转世吗